他們走路是這樣子 是不是 他們走路是這個樣子 啊 現在要你們這個樣子 胸腔在前面 這叫落 胸往下落 脊椎 胸椎就被他往上拔 所以這是在後面 所以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行動 重心不是這個樣子 人長大以後走路變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鼠膝向你一收 鼠膝收 胸廓落 凸氣 你看 走了 裡面 小孩子就是這樣 你有小孩子嗎 沒有 大概3到5歲是最棒的 他們走路就是這樣 我們移動 要這樣子移動 有沒有 借臂心引力 第一個力我們要用的 所以當你在做 站穩了 移動 這邊一要走的時候 腰一鬆 你看 腰一鬆 讓胸腔往前移 腰一鬆 走吧 而不是伸腳用後腿的 好 這邊過來 要走了 在這邊站定 腰一鬆你看 腰一鬆前腳一拿 腰一鬆 我在這邊站定 我的腰一鬆 你看 腰胯一鬆 所以 鬆腰落胯 前肩墜走 這些東西 鬆腰落胯 寒胸拔背 是一件事情 你同時做 鬆腰落胯 寒胸拔背 重心就這樣走了 要不懂 這樣子 所以 不要做成 不要做成這個樣子 不要做成這樣子 這樣子 你的重心 往後去了 往後去了 你的結構的重心 往後去了 你就要用腿來推 那懂嗎 好 好 往後來 好 好